人们在首尔火车站关看有关朝核及美朝关系的电视新闻 2017年11月29日川普政府星期三宣布对朝鲜实行新的制裁以制止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展计划 美国财政部决定对包括两家总部在中国的贸易公司在内的9家实体实施制裁 这两家中国贸易公司是北京成兴贸易公司和丹东锦翔贸易公司 它们帮助朝鲜进口价值数千墨美元的金属和其他材料 用于国防领域被制裁的还有在中国、俄罗斯和阿波哈茨的驱经商的16名个人 其中有些是执政的朝、先劳动党成员、美国财政部要求这些国家将它们驱逐出境 美国还禁止美国人鱼,它们有任何往来 阿波哈茨位于俄罗斯南边和乔治亚西北 目前只有极少数国家承认它为主权国家 这16人包括朝鲜永邦总公司驻中国和俄罗斯的10名代表 该公司因支持平壤的国防工业已经受到美国和联合国的制裁 朝鲜的五家船运公司和六艘船也被列入制裁名单 美国财政部、常、史蒂夫、MIDBOT、努钦、STEDENMUCHIN 在声明中说LDQUO、财政部继续有系统的把目标对准为金氏政权及其武器计划 提供资金的个人和实体 包括参与策划豪、逼制裁的朝鲜官员、ARTCO 在美国采取这一最新制裁措施之前 国际社会已经在采取措施通过经济制裁来遏制金正恩政权发展和武器与弹道导弹的野心 但是美国等国家指则朝鲜不断洗涂逃逸制裁措施